你知道生化危机中的追踪者到底有多强吗 他到底算不算暴君 他的由来又是什么 如此强大的产物保护伞 为何不将其量产或继续开发 以及其在各个阶段下的数据体现等等 一系列问题 我们会在本期视频一一为大家解答 其实要说到追踪者的由来 还要追溯到80年代 保护伞公司在缺少马克思的情况下 对BOW的研发并没有得到质的突破 大多数BOW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低质且不可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保护伞内部提出了两个方案 以阿克雷研究所为主的美国分部认为 应当尝试将人类和T病毒融合 从本源上直接增强BOW的智力和可控性 他们将该项称为宝君计划 而以法国第六研究所为主的欧洲分部则提出 应当研发出一种可以提高BOW智力和能力的寄生体 用外在力量提高生化兵器的可能性 他们将该项目称为复仇女神计划 其实两个分部会出现分歧的原因很简单 虽然他们同属于保护伞公司 但其本质还是竞争关系 有点类似于QQQ微信 但是美国这边仗着有威廉博肯总是压着欧洲分部一头 这就让欧洲这边不长很久 于是借着这个机会 欧洲分部上下团结一心 搞出一个复仇女神计划 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为了和美国分部这边唱反调 两个项目均得到了保散高层的认可 并开始同步进行 时间来到了1988年 复仇女神计划迎来了重大突破 欧洲分部通过基因改造 创造出了Nemesis Alpha寄生虫 即复仇女神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可以以细胞的形式植入到目标的脊髓中 并以宿主体内的T病毒为实 不断成长 在这过程中它会以特定的方式对宿主体内的一切进行冲组 最终成为成虫的Nemesis Alpha 会接管目标大脑并破坏其前额叶 达到完全控制宿主的目标 这样去很美好是吧 但是真实情况确实 Nemesis Alpha对宿主的破坏过于强大 自研发出来后 没有任何一任宿主 可以和Nemesis Alpha融合超过5分钟 同一时间美国分部 暴君项目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宿主而停滞 为了寻找突破口 也为了能够接手欧洲分部 中兴耿耿威斯克和威廉通过斯宾赛拿到了Nemesis Alpha的样本 但很可惜最终的结果和欧洲分部一样 复仇女神计划无奈暂停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在给丽莎特雷沃注入Nemesis Alpha后 丽莎的身体对寄生虫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排异法 他不但杀死了寄生虫 还将它的DNA完全吸收 在研究下发现丽莎的体内存在着一种和T病毒完全不同的十足病毒变异样本 后来威廉博肯将其命名为神智病毒G病毒 说回来复仇女神计划的停滞并没有太久 1998年T103的诞生让复仇女神计划迎来了转机 由于T103体内的T病毒再生能力非常快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其被Nemesis Alpha吞噬殆尽 相反两者间达到了非常微妙的平衡 于是四只T103被改造成了复仇女神 又称其为Nemesis T 让保护伞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复仇女神 仅仅是在实验阶段初期就展现出了极高的智力 并且拥有独立思考能力 她不光试图逃出实验室 甚至还想带着其他三只一起跑路 无奈之下保护伞不得不将其销毁 这件事让保护伞得出智力太高不利于执行任务的结论 于是他们决定限制其他三只复仇女神的智力发育 在其内部植入芯片 用于对其控制和布置任务 通年9月 幻星式危机爆发 为了测试战斗数据 保护伞同时投下了6只T103 以及一个复仇女神 这个复仇女神正是我们熟悉的追踪者T02 和其他两只不同追踪者 经过长期的特别训练 可以熟练的使用各类武器 并且为了抑制其暴走保护伞 专门为其特殊定制了黑色外衣 并配备了加特林机枪 火焰喷射器 以及火箭筒等武器 这个追踪者T02到底有多强呢 其各项数据的表现到底有多夸张 我们前面说过追踪者是由暴君T103改造而来 所以无论力量智力还是再生能力到远强过T103 追踪一共三种形态 连最初的形态也是攻击方式最多样化的形态 除了拳脚外 热兵器成为了它最初形态的主要攻击手段 另外其手臂伸出的触手也可轻松贯穿一个成年男性的头部 以致成年人头部正面承受的最大伤害为726公斤 而若想轻松贯穿 那么其破坏力至少要在这个数值的3到5倍 也就是说单其触手的爆发力就至少能达到4吨以上 而这个触手攻击过的生物则会直接变为丧尸 并攻击母用 另外新版追追的触手除了用于攻击外 还可以将自己体内的Nemesis Alpha注入到丧尸体内 将其强化为眼睛丧尸 头上的触手也可以使这种丧尸就有一定的远程攻击能力 当然在反应方面追踪者几乎也做到了极致 速度之快甚至可以让其在两三米之内躲开射出的子弹 甚至用触手借助迎面而来火箭的 第二阶段 原版中的剧情是追踪者和吉尔与UBCS成员多次战斗后 导致束缚大一被破坏 同时肉体又被反复攻击 导致其多次进入宾死状态 体内的寄生虫为了不让宿主死亡 加快了体内病毒的速度 使追踪者发生了变异 大量的触手从体内身处增加了其近距离的威胁 不过由于变异过快导致脑干受损 使得这个状态下的追踪者无法使用热武器战斗 但从官方的设定来说 这个版本的追踪者虽然脑干缺失 可却意外的展现出了更强的分析能力 我也不知道这个设定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在新版中 追踪者由于C4的攻击导致束缚一被破坏 体内的病毒无法抑制的增长 使其躯体发生了变异 彻底放弃了人类躯体的追踪者 获得来的是更快的速度 以及更强大的破坏力 两秒就能从地面爬到钟楼顶部 恢复能力也夸张的要命 断掉的手臂可以立刻再生 并变异成可伸长的触手 触手攻击到敌人 也可使目标立刻感染体病毒 有人计算过 新版二阶段的追踪 臂力至少在690吨 而触手甚至可以拉动2130吨的物体 最关键的是 如此庞大的身躯 竟然还懂得利用炸死偷袭敌人 可见第二形态的追踪 致力并没有因为变异而降低 第三形态 原版中追踪者在死亡工厂中被吉尔击败 并倒入到强酸池分解后 体内的Namsys Alpha爆发出了极强的秋成语 融合了强酸池内的室外品后 并吞噬了T-103的尸体 再次发生变异 这形态的追追已经彻底失去了行动力 主要攻击方式也开始依赖庞大的肢体 砸向对方 以及口中喷出的强酸 不过牺牲行动力换来的是无与伦比的防御力 普通的武器根本无法伤其分毫 就连磁轨套炮都无法对其造成致命一击 新版的能力也差多 不过世界冲击更强 其外形大小是二阶段的R7位 一击的力量也可以达到18000吨 并且虽然这个形态的追踪者已经失去了理智 但其潜意识依然指引他继续执行任务 完美的向我们呈现了什么叫一个任务做到死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如此变态的追踪者到底算不算暴君呢 保护伞不量产它的原因真的只是成本问题吗 首先关于追踪者是不是暴君这点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复仇女神系列是由暴君T103改造而来 这点在生化危机3官方指南中介绍追踪者 是也将其称为Nemesis Alpha寄生体植入量产暴君后的产物 另外在生化危机档案1与阿姆雷拉历代美术设定集中 也找到了类似的描述 所以很明显复仇女神都属于暴君系列 至于复仇女神系列为什么没有得到量产的原因 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成本问题 生化3编剧春村太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虽然追踪者的性能上远强于T103 但他却缺乏一个武器该有的优雅 所以不太适合做武器 也就是说他真正没有得到量产的原因是太丑了 后来可能官方自己都觉得这个解释实在太过荒谬 于是在设定中做了补充 生化档案1中解释 追踪者固然强大 但他依然无法克服暴走的问题 并且暴走后仅会剩下食肉的本能 说实话 这个设定和前面的设定有点冲突 因为很明显在游戏中的设定 追踪者在失去束缚后 依然会坚定不移的执行任务 哪怕到了第三阶段 也会将任务作为潜意识行动的本能 不过卡表吃素也不是一两次了 习惯就好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化三中追追会干掉尼古拉了 因为这个逼话太多 没事光电着跟吉尔来两句 导致追踪者认为他跟吉尔是一伙的 但是你要说不限制他智力吧 他就不干活 不干活都不干活 他还得拉着别人跟他一块不干活 限制智力吧 他就开始傻干活 所以本质上无解 再加上执行任务前需要大量的训练 才能理解任务目标 和同期的疑问根本没法比 所以在多方面的缺陷下才导致追踪者无法被量产 那么下期我们会集中聊一下T103的其他变种 死神暴君 暴君二 还有祖宙暴君